称赞业不行?Bullets Devalence表示大家的赞美让他不舒服。 先前教练协会的投票结果,很显然地引发了相当程度的争议。 许多人认为教练协会投票结果让段开C成为年度总教练没有问题,可是Bullets Devalence一张选票都没有就太超过。 许多人纷纷跳出来批评教练协会,例如Charles Barclay,他直接在D&T节目上说那些教练是在嫉妒Bullets Devalence。 当然,也有不少人出言称赞Bullets Devalence在直角上的才华,例如Cope,就盛赞Bullets。 Devalence是一个霸权负心力投入在篮球的教练。 而Bullets Devalence会这么受到球员,球评相挺,也绝对不是没有道理,在伤兵不断的情况下,他带领绿军维持着东区前段班的战机,甚至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,用体系先后击败公路与76人。 Bullets Devalence在直角上的才华从此可见一斑。 然而,近期Bullets Devalence针对这件事情再次发生,竟然表示大家的赞美让他感到不舒服。 跟Jazz.com的记者Karis Forsberg转述Bullets Devalence说。 这有点愚脸。 这有点愚蠢。 那些赞美让我不舒服,而这就只是那些教练该得到的选票。 我们都有各自该扮演的角色,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到最好。 Bullets Devalence不只是推辞别人的意味之词,甚至将功劳推给球员还有Dani Angie。 这是所有人共同合作的成果,不过Dani是哪一个负责挑选球员的人,所以他绝对是哪一个打出拳来打的人。 另外,塞尔提克的传奇Robert Perry时则表示。 我认为他得到太多赞美,但是我喜欢他现在在做的事情。 他们给他的爱像是他已经得到三次或四次总冠军。别闹了。 以他现在得到的支持,先赢点东西吧。 别搞错我的意思,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教练,这是确定的。 只不过他现在从媒体得到的赞美,你会觉得他已经拿到两到三次总冠军了。 。 然而,大家会这么赞美,Bullets Devils想必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。 他这么一个从未有过NBA执教经验的教练,从2013-14赛季接手塞尔提克,打出25胜57败赛季之后,他就带领绿军不断进步,战绩一年比一年好,并且逐渐建立起塞尔提克的体系。 。 2014-15,40瓦42R,2015-16,48瓦34R,2016-17,53瓦29R,2017-18,55瓦27R。 。 。 现在,即使少了两个全明星等级的球员,年轻球员依然可以在Bullets Devils的体系下在季后赛打出亮眼的表现,因此Bullets Devils会受到如此盛赞,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。 。 博普威之前所说的布莱斯德文将会成为这时代指标性的教练。 至于教练协会的年度最佳教练肯定。 对于布莱斯德文未来几乎可以肚定是光辉灿烂的职教生涯,那不过是其中一盏紧上天花的美光灯罢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